你如果是一个小国家 你旁边有一个大国 然后它是个流氓的时候 你该做的事情就是 不要惹它 My opinion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Miss Lu I disagree everything she said 台湾我们只是做自己 我们只是说 我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共就非常不爽了 那这样 不要惹它的界限在哪里 就是那个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要不要让现场观众 稍微平息一下 他们发表的怨气 你如果说要讲和平的话 那西藏跟 中共签到和平条约 那你看现在西藏变怎样 只用俄罗斯的观点 一直讲说俄罗斯没有安全感 如果你的军事实力不够强大 你是没有足够的谈判筹码 对方是看不起你的 你想象的那个打完的世界是怎么样 好像打赢 之后台湾就如何如何 死掉的俄国人或是乌克兰 他们已经输了 打了就是输了 可是刚刚倩怡有讲到这个 我知道大家都有非常多想法 哇 那些人都没有上次了 又有这么多呢